7月9号上午 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会议室 从美国华盛顿回到中国南京的15岁女孩孔珊珊 与该院圆儿科主任李海浪等医护人员深情相拥 这次来到南京 是和养父母凯文朱莉一起来探望她的南京亲人 看到孔珊珊再次回到南京时 南京市福利院的老师和当年为她手术的主治医生们都感到欣慰 两岁时 孔珊珊被美国夫妇凯文朱莉手养 此后一时居住在美国华盛顿 如今孔珊珊已经读高中了 成绩非常优秀 现在孔珊珊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运动 而15年前这一切还无法想象 当时是丢在儿童医院一楼的门诊大厅里面 它有一些医物 毛毯 奶瓶 奶粉 还有一份病例 它的嘴角有亲子的现象 据当时的主导医生刘志勇介绍 被遗弃时 孔珊珊才6个月大 体重相当于新生儿只有3.7公斤 同时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小孩有先心病防死缺 那加上他反复的这种肺部感染 那发育不好 营养不良 所以这个手术前呢 这一般状况还是不是太好的 经过儿科他们积极地调整 以后呢病人才在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时间 我们选择了手术 中大医院为此成立特别救治小组 由于孩子太小 心脏也只有鸡蛋般大小 专家们特地带了2.5倍的放大镜进行手术 这种状态的做手术呢 还是风险很大 医院的就各个团队中在一起呢 就是拟定了一个方案 把这个根源就心脏的问题解决 用这种手术式的放大镜 然后再这种仔细地做这个死缺和防缺的修补 手术很成功 我们作为医护人员 最大的满足也就是看到小孩获得了新生 我们心里面一种无比的愉悦感 看到孩子手术成功 医护工作者也是由衷地高兴 2005年10月9号 恰好在孔珊珊两周岁生日前一天 来自美国的凯文和朱莉正式领养了她 随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孔珊珊慢慢长大 而当年的主治医生也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 把这个就是整个抢救的过程 大致地写给她了以后 她过来了一封信说 她的眼泪马上就泪流满面 她才意识到原来女儿确实很严重的疾病 她一直说她 我一直说她 会来跟她变化 来自年养了 save life because she's older so she could appreciate the city and and meeting the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ay I'm lucky that this procedure like it could have gone wrong at any moment but thank you to all my doctors and caretakers because you like I'm still here so I'm just very grateful